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诺厨房 我是小诺 今天给大家分享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 炸果子的做法 不干不硬 酥脆香甜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250克的面粉 加入20克的白糖 加入2克食盐增加筋性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一勺黑芝麻 继续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后往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再次搅拌均匀 加入两个鸡蛋 面粉已经搅拌成这样的小面絮状了 然后再加入15克的玉米油 再给它搅拌均匀 加入食用油可以使炸出的果子更加的酥脆 同时在炸果子的过程中 果子不吸油 搅匀后下手揉成面团 这个面团比较硬 刚开始揉的时候不好揉 先把它抓捏成团 然后盖上盖子 饧面10分钟 10分钟后 我们再把面团移到面板上 给它好好的揉一揉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的把它揉匀 揉光滑了 揉好后扣上面盆 再第二次松弛5分钟 这样是为了方便下步的操作 5分钟后 我们把面盆取下来 面板上撒上一些干面粉 把面团按扁 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擀成这样一个长方形的大面片 厚度大约在0.2厘米左右 擀好后用刀切成3厘米左右的长条 接着再切成3厘米宽的小方块 接下来取一片对折 用刀划成小条 头件不要切断 再给它取开 然后对折 从中间掏一个洞 把一头给它穿过去 再给它稍微的整理一下 像这样一个锅子生坯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 锅烧热 加入食用油 用一双筷子试一下油温 筷子周围起密集的小泡泡 说明油温可以了 这个时候一个一个的下入果子 如果做的多就分两次炸 一次不要炸的太多了 太多炸出来的口感不好 而且受热不均匀 用中火慢炸 火候一定要控制好 火大了容易活 火小了又不酥脆了 炸至所有的果子都飘在油面上的时候 要勤翻面 看到果子微微发黄 这个时候果子就差不多炸透了 这个时候再转大火 让果子上色 炸至金黄 把它控油捞出 装入盘中 看颜色金黄金黄的 也是特别的有食欲 这样油渣果子就做好了 颜色金黄 口感酥脆 用鸡蛋和面 没加一滴水 放凉了捏一捏 一捏就碎了 吃起来酥酥脆脆 越嚼越香 加上这么的香味 真的是太好吃了 这个小零食也是我小时候 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吃上的 现在生活好了 想吃可以买 也可以自己在家做 自己在家做干净卫生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吃起来更放心 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放凉后装进保鲜袋里 放在冰箱里 保存一个月都不会坏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oppose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